台東的公益路跑還沒有開跑 跑者紛紛開炮 大家不斷的抱怨 起跑時間延誤了 甚至沒有看到任何的交通管制 而最扯的是 跑過了補給站 連一瓶礦泉水都沒能補給 大家還得自套腰包 找超商買水呢 講到火氣都來了 交團參加路跑 繳了800塊的參賽費 結果差點沒了命 完全什麼都沒有 連交通管制都沒有 路上沒有任何的交管措施 中華陽光發展協會 在台東督欄舉辦了公益路跑 但是一開跑跑者馬上開跑 明天5點起跑卻拖到5點15分 慌亂中聽到槍響跑跑跑向前跑 經過了四次補給站 但是 補給站都是空的 然後最糟糕的是沒有水 沒有水會造成生命危險 他貨店我都講好了水都掉好了 他突然之間發個簡訊給我了 說他不送了不賣 我跑去 我跑去在現場後發現他喝醉了 老闆買醉選手沒水負責人跑片商店 還是滿足不了近500名選手 除了沒水跑者身體不適要向工作人員求救 竟然找不到人 主辦單位說他們一直有在補 但是完全沒有看到 所有的志工都是醫護來幫忙的 他沒有支付到太多的薪資 原來的志工有講好了 那個數量很多 這次的志工好像 因為中間有被他抽走十幾位參加豐年紀了 我就是我只有再三抱歉抱歉對不起 花了錢參加路跑但是沒水喝 沒膠管沒有激動醫護 跑者大喊太誇張 主辦單位雖然道歉 但是跑者的怒氣 恐怕要業者當面解釋才有得見 記者李明德烈安寶採訪報導